想出国 想要拥抱新的文化 当年首先是邓小兵说要恢复高考 后来邓小兵说要把人送出去 到国外去留学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响应 就李正道 就说我们要做一个叫Caspia Program 每年挑100个人送到美国去 这个是影响力太大了 到现在你知道中国的物理 在全世界什么情况吗 超过一半是中国人 等于这个奖学金起了很大 对一个是杨振宁的这个 杨先生的这个典范作用 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Program 到了83年 吴瑞先生说你可以搞一个物理的 那我可以搞一个生物的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是不被老师看好 他肯定不会选到我 肯定不会选到我 后来就慢慢更开放了 就是在震荡一大批 大家都在来考Compete 我就来弄一个自费留学 这里面全球华人生命科学家 基本上都在这张照片里面 超过一半的人 是这个Program里面的人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出国了 然后后来很多人都回国了 对就像一个 怎么说新大陆的历险记 说明科学大脑 这种上去旅冒险 就中国人这个群体里面的 对对对 这个人也挺有意思 这对夫妇是最早进入中国做投资的 但是他最后的兴趣是在脑 然后他有一次 本来是想要把我recruit到MIT去了 后来他说干脆这样 他说我赚的钱 绝大部分是中国来的 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回馈中国 后来就是这个消息就走漏了 后来就是北大也来 清华也来争这个 但是他不幸 大概两三年前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 他就把他的骨灰埋在我们门口 真的 他把骨灰分成四份 一份在MIT 在我们这边 一份在北大 还有一份在北市大 他给了三个 全是关于脑科学研究的 都是MIT研究所 对 他有几个特别着迷的地方 一个叫perception 就感觉到知觉 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对吧 然后还有他说人是怎么做决定的 decision making 他当时是讲了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打仗 他说有什么仇恨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觉得很fascinating 他觉得赚钱不那么重要 重要是赚了钱以后能够帮助人类 能够有对自我的认识 他认为对自我的认识 其实就是对大脑的认识 你这办公室做多久了 我看看有2016年到现在 蛮长的时间 然后这个照片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快要回国的时候 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 就给我送礼物 我一打开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俯瞰 就是我们NIH的整个复看图 工作生活就是在这一块里 生活了14年 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4年 记忆所以是最珍贵的礼物 记忆 所以我就一直留着 其实很多签名的人后来也逐渐回国了 我是那个时候是第一个 当时就回国了 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挺感慨的看到这个 对嗯好我们去走走呗 那咱们你不要带我去新华走走吗 那好 纽约给你的记忆是不是很深的 非常深 那种巨大的差距带来那种焦虑感强吗 那时候去美国 不仅生活水平方面有巨大的差距 然后包括科学本身 你用的这个焦虑 这个是几个层面 第一个焦虑是生存 我们是中国第一批 所谓的叫智废留学 我当时想要申请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有亲切有朋友 然后呢 当时呢就出了一本 special的一个 science 有一篇 special issue 就刚刚分子生物学进入 neural science very exciting 那就请了大概12个科学家 每个人写一篇 当时饶意 他说不行 你要申请美国 我们就在这里面找 每人这里 一个 对 我就选了那个人 叫Ira Black 我就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给他 一个月以后厚厚的一个envelope 上面写的China 湘海 北陆 既然能找到了 就找到了 就寄到我的手 这个太神奇了 其实就是没什么人跟国外联络 对 就很容易找到你这样的人 他说我给你搞了一个tuition scholarship 他说你就来吧 我当时就读错了 我觉得我有scholars 我就想 我就去不要干活 刚刚到了第一天 人家告诉你说 没钱的 我只是不要你交学费而已 平常我要给你钱了 我已经给你搞了tell show 我对你已经很 我一下子就笑 老师是这样子的 不客气 我一下子就觉得 那咋整呢 咱得打工 第一份工是哪个 各种各样的 就是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什么功能 你们想都没想到 美国过去发会议的通知 是一份一份邮寄的 上面里有一个东西是金属的 你要把它这个拎起来 中间有个孔再把它翻开来 对吧 你假如说弄一个两个无所谓 你要用一千个 把你的手的血都搞出来 你要做的嘛 全部给别人赚去了 就穷弄啊弄 弄了以后 就那个手的指甲里面血都出来了 后来我们就一个韩国的女生 比我高几届 他说图书馆有打工的 嗯 那我就去申请 他说跟我讲两句 我听都听不懂 所以呢人家就不要我 我就跟他死磨 这个是跟关系到深层嘛 我就跟他死磨 后来他说那你就这样吧 你就做最后一个 就是在快要关门的时候 拿那个麦克风说 The library will be closed in 5 minutes 然后呢我就穷练 练了人家听不懂 人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到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有一个美国学生跑来跟我讲 Your English is much improved 太可爱了 对啊 但这段时间很短 总快我就找到了一个教授 他需要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 这个国外还是跟我们这个有关的啊 他也挺generous的 所以呢我就基本上解决了生活问题 那个最开心的 比如在纽约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 解决生计问题了 我在Cornel毕业以后 就有点不想要离开纽约 这是very enriched的一个environment 所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 他说你不想离开纽约 那简单 我给你五个人 你去选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 2000年德诺贝奖的那个Paul Gringa 另外一个人 Columbia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 两个都要我哈 我工作反正是很努力的 是我们实验室可能是最努力的一个 然后呢 过了一阵子Paul Gringa 他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你来不来没所谓哈 但是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因为我们的Granteman有一部分是要做细胞培养神经元 他说我们不会 但是呢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呢 人家就觉得有一个专家 我想我哪一天变成了世界专家了 所以就是就为他 有confidence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 我后来就决定要到他那边去 他对你很重 这个人真的好厉害啊 对对对对 他就是这种人家叫charisma 那就是charming 那我就去他那边 去到他那边呢 我才知道 原来我那个实验室 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实验室最好的 去到他那边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他那个实验室 好大一个50多个post 当然他那个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有很多很多这个social的 不像我们现在老师上完课 其实更像那样学术共同体 感觉强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 尽管他很厉害 但你也可以approach他 没问题 我就感受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就是你突然感到什么叫贵族 特别 就是那些教授啊 那就是贵族 就是他不是那种我不一有钱 他当然也有钱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Jerry Edmonds 他那个小提琴拉到可以在New York Philharmonica 但是他觉得我这做science 就是类似这样的人 一大堆不是一两个 一大堆都是这种人 好而且很多人是欧洲来的 他自己带的钱的 他带的grant过来了 再有 会有那种我觉得这种胶着吗 因为那个世界你看到你也很喜欢 很欣赏那个世界 但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个世界一部分 因为那是从小的一个 对对对 是是是是 会有这种outsider的那种胶着吗 倒不是outside的胶着 我觉得是有一种proving myself 动力变成个动力 对就是我就想我就是要证明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be one of them one of you 这个其实对我在那个我这个那年那几年在post 导致里面是其实不好的 我没有意识到我每次准备的非常充分 就是我们在开live meeting的时候 但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我都讲的非常好 就是数据有多对吧 然后呢这个 有点过度努力 对过度努力 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 我是一个这个跟你们一样 从这个record上面 是比他们做的好 我发文章 他们没发文章 人家有四年五年七年都有 那我只有三年我就毕业了 我就走了 那后面的academic的路很顺 但是呢我觉得其中有一段有一段是缺乏的 就是你你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嗯 对 比如说我问您比如说大脑中的记忆是海马亭的一块掌管 那为什么说比如痛苦的记忆其实更时间更长 欢乐的记忆其实很短暂的反而 这个记忆其实是一个非常fascinating的一个领域 就是从这个文化层面 或者从这个philosophical的这个层面 记忆是define who you are 是而且不仅define个人 也define整个社会 对对对对 你选什么记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 嗯 它的溢出呢就进入了这个所谓情绪 嗯 后来发现这个LTP这个机制啊 不光是在记忆在海马这个里面 呃起作用 嗯 还在这个性人体管情绪的 嗯 还在这个里面起作用 连那个细胞分子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嗯 而且这两个东西还有相通 所以 呃 你可能自己有这个experience 嗯 凡是你有感情投入的东西 嗯 记得特别老 对对吧 对 对 特别是你有痛苦啊 有失恋啊 有这个熬油 这个你记得 你把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对吧 嗯 所以情绪对记忆的影响特别大 嗯 它也会扭曲你的记忆 让你的记忆变得 其实有些是不真实的 对把它浪漫化 对对对对 把它浪漫化 你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真正的记忆 长期的记忆不在海马 海马是在形成 形成了以后 它是把记忆的元素分到大脑层 大脑层成大嘛 这个就是唐利高娃 那个那个日本人哈 发明了一个超级聪明的一个办法 嗯 你比如说一个老鼠放到一个环境下面 啪给你一个电机 嗯 这个这个老鼠就记住了 这个地方不能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 危险的 有打过电机的 然后呢 它用一种超级漂亮的方法 把你这个电机的 这个记忆的这个细胞 给你标上了 比如说我一共标上了ABCDE 嗯 再分在这个大脑层成 然后呢你到了别的地方 我把你这个ABCDE的这个细胞 用一种光啪一下打亮 打亮了以后你就激活了 激活了你在别的地方 你也这样freeze 这个就说明你就记住了 也就是说明 你的记忆是储存在这五个细胞 里面 只要这五个细胞被激活了 嗯 你就你的脑子里面认为 你已经是在这个地方了 嗯 对吧 也就是说记忆不是集中在哪一个地方 也不是一个什么结构上面的 那变化 它是distributed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有一个管场景 有个管声音 有一个管这个故事内容 到要的时候 一下给它组合起来 就是你的记忆了 那如果是这样有一天 都可以更细致的研究 那就操纵他人 不是变得很容易吗 对啊 对啊 是 但是我是觉得神经科学 在记忆里面战果辉煌 嗯 就是遍地开花 这个那个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嗯 但一出了这个领域 它就变得傻了 嗯 其实我们人最关心的东西 叫就是认知领域 这一次一出了认知领域 它就傻了 就无能为力 它这一套理论 这种方法 全部没法用 而恰恰是这个东西 是我们人最关心的东西 叫就是认知领域 嗯 这个很多我们日常的认知的这个 Deduction啊 judgment啊 Decision啊 大多数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嗯 跟这个大脑前额也有关系 而且我们很多精神疾病 抑郁症 焦虑症 精神分裂症 哎 精神疾病 大多数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为什么认知部分是 这么难 所以它更复杂的多吗 比记忆部分 大脑前额也所主导的 认知的一个功能单位 既没有模型 又没有基因 嗯 又没有那个行为的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 可以弄 所以这个事情就 就变得 很困难 你去回顾历史 每一个 脑科学的重大突破 往往是一个技术 突然来了 能够记录细胞的技术 来了 巴 脑科学来了一个进步 哎 能够这个 脂弓症来了 巴 脑科学又有个进步啊 它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的 那个进步 认知有很多 要创造新的工具 要创造新的模型 才能研究 所以需要很多人的这个努力 那比如说 刚才您看您七几年开始上学的时候 周老师说 这是个New Frontier 我们现在对脑科学的探索 对 现在是什么一个阶段 我觉得哈 您假如一定要叫我说 那个时候说Frontier 那是Fantasy 偏偏小孩子的 就根本没轮到你了 根本就是你这画饼吧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里面很少有理论的 你算下来 进化论算是一个理论哈 那个这个分子生物学 这个这个算是Double Helix 算是一个一个理论 没啥理论的 没啥理论的 重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 很多人会问我们的是 我想要知道意思是什么东西 我们脑科学家 从来不问艺术是什么问题的 那是一个禁区 不敢去的 你现在唯一知道的是 无意识是什么东西 深度睡眠的时候 你是没有意识的 不做梦的 没有意识 被麻醉的时候 你没有意识 你只能这样倒过来 你说这个是无意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脑科学家是不碰意识这个 这个东西的 这个好像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难了 现在才刚刚看到一点点苗头 就是美国的脑计划 它就在前一段时间 前五年的时间 就create了很多很多兔 这个科学上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 一个科学 你看物理学 量子力学哈 对那个那个时候 像一个爆炸一样 对 就是你有一群群灿烂 群星灿烂 对 我们这个脑科学没到这个分上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有一两个 就是 哈森伯克 实际上这样的人 对对对对 要有这样的人来理的一批 这个 就是能够把这些工具用起来 来回答重要问题的大师 那那个时候你觉得 这个意识啊 灵魂这些东西 是可解释的吗 会有一天 意识 我原来是觉得意识这个问题 完全不可touch 而且我一看到某人说他什么什么什么 研究意识问题 我就stay away with 我觉得这个是 要么就是心理学家 要么就是哲学家 要么就是骗子 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 因为自己的研究开始 就是意外的touch到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我们也是做一个genetic manipulation 做了一个老鼠 把一个那个基因给knock out 我们就发现这个老鼠 你深度睡眠出现问题了 就很难进入 另外一个 你给麻醉剂的时候 麻不倒 也不是完全麻不倒 你要用很高的剂量才能麻到 就是他有点 不太容易进入无意识状态 所以 这个意识可能也是可以研究的 嗯 它是有脑结构的基础 它是有基因的这个基础 当然 我能不能够真正最后弄出来 或者是我们整个领域能不能弄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给了我一点hope 那灵魂呢 灵魂在哪里 对灵魂 有可能吗 我觉得哈 这个就慢慢 到了这个 relation跟philosophy的这个边界了 但是科学不断的在挑战这个 什么是生 什么是死 什么是生物 一个细胞 万一变成了一个人咋办 这个别的领域已经开始 接触到这些 philosophical的问题 但是在脑科学里面 这个还暂时没有遇到 还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课题 我们其实越做科学越觉得科学 它是有边界的 它有些事情它没法解答 那时候你对诺博尔奖有期待吗 那时候你对诺博尔奖有期待吗 诺博尔奖总是一种 我们不会去说这个话 说实话 说心里话 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对对 就是我们会评论某个人说他的工作 答案没达到诺博尔奖的水平 然后呢是第一个 其他就是很多是一个偶然因素 就是科学上面你会有一个追求 倒不是什么得诺博尔奖 而是说你要做那种水平的工作 那就可以有legacy 就是你怎么形容自己的ambition 比如那时候那么要证明自己是ambition的一个另一种表现吗 对ambition是有套路的 那么有套路的 套路大家也知道 我该有的东西 我这真的是很快很快都有了 然后呢 后面还要有很很强大的人来promote you 那你就很快进入美国的院士 对吧 当然也要有一定年份的积累 那我的确是做的挺不错 就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会议都要求你去讲 很多杂志叫你写review 那就说明你的工作已经到了这个水平要总结了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我也可以体会现在的那个教授 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被drive的 你也知道该怎么做 你就拼命做 做了以后比人家好 其实这挺幸福的 但是做到一定程度上你就觉得 so what so what 对吧 所以要问自己这个东西 对 因为被这种荣誉啊地位啊就driven 所以你很多时间你不是给自己活的 你就觉得peer很重要 所以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是driven 就是其实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不是一个自在的人 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有一年去2002年我们每年要开一个叫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这样一个meeting 做到我旁边的是一个UCLA的教授 他说你最近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问题 我说我在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假如我给你10 million dollars 你还会做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吗 第二个问题 要是你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三个月以后 boong drop down how do you gonna spend the last three months 他到处一刻来就说你怎么想这么大的问题 一个月以后 我必须面对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个就被诊断的是这个癌症 所以这一下子就让我真的是要面对这些问题 就是说你只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 什么是最大的priority 嗯 因为你要面对这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不知所措了 就是一下子这个 所以我就专门去看那些得了癌症啊 或者得了这绝症啊 这些人 他的这个心路历程 那有一个人对我的impact也挺大的 那是梅艳芳 哦 梅艳芳 这个梅艳芳 我就看他这个最后的演出啊 他最后的演出是嫁给了舞台 就是穿了那个婚纱 在那个演唱的最后 那个邓光 最后就湮灭了 然后呢 他在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将军战死沙场 一个演员就应该死在舞台上 我就让大家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 他就后来他就放弃治疗 他就这样子的 那你就想 哎 这人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想问题 哎 我想有道理啊 就是其实是你life长跟短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这一段时间 你自己活出了这个 那个味道没有 对吧 我说我第三个问题更深 我说当你死了以后 你希望你的木字名上面 写的什么 你被人家认为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就是legacy 对吧 你当真的面临的癌症这个事情 那个三问题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 我就不回答第一个跟第三个了 对吧 但第二个问题 我有一些这个体验的 就是第一个你要学会原谅 你不是带着仇恨 不是带着怨恨走的 你是心里是一个平静的这个走的 你自己就变得就这个空间就很大 就是你放了 是放了 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 to give not to get 给你带来的幸福更多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就是因为一开始竞争啊 老是想我要得到这个 我要得到这个 但是你最后觉得你不快乐 你不开心 我是有很多人帮我的 我有他们因素帮我 有Bob Desmond帮我 有这个那个Richard Nakamura 很多人是帮过我的 这种人他帮过我 我都没法帮助他们 为什么他比我高 但是我可以帮别人 就是说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 我实现了我自己 对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define my later part of my life 其实是传导啊 对 其实是某种传导 对 就是说你不要去想 你帮别人以后他会帮你啥事情 你就帮人家 你会得到很多快乐 第三个 我觉得尊重过程 而不是那么追求结果 读了很多书以后 然后我就反思 我的确是这样子 一天当晚就想 What's the next goal What's the next goal 我都忘了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旁边的这个风景 这个风景都忘了 就是说 其实你的Life 这个Joy 是在你这每一步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久而久之 这个就使得我慢慢拖出来 我就会觉得我看周边的人 怎么这样子 其实我过去也是这样子的 人是有真的是有局限型的人 是 我现在更多的有一点想 就是我们的困惑 自己的困惑 科学的困惑 如实的写出来 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如实的表达困惑是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 对 现在这个季节好舒服啊 是非常舒服 为什么想去看王国伟那个目呢 这是我最近对这个清华的历史 嗯 有些思考吧 特别是 这个陈运鹊写的那个王国伟的碑文啊 这个自由之精神啊 我就在想这个自由这个问题 嗯 比如说 学术的自由 很多人是没有的 哪个HOT 或者有一个新技术 他就在那里追 这个追呢 是可以发表好文章的 它是被一种评判的系统在 在左右的 嗯 其实不是出于一种 对科学的热爱 不是在寻找答案 不是在自己的 curiosity的drive下面 那么 所以我就在想我自己 还有一个事情 包括我本人啊 都是有一种想要 叫做impact 嗯 那做片了以后呢 就会 过分的去寻找一些 荣誉的东西 对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有几个台阶 它有一个叫青签 青年签人 嗯 发表了一两篇文章 就再去申请 所谓的叫 幽青 叫优秀青年 完了以后呢 叫结青 整个life就是driven by that 嗯 就是科学里的科举 知道 对对对 而且你一旦达到了某一种status 一切都像你涌过来 另一种犯禁是吧 对 所以呢 就使得我们有很多科学家 嗯 他其实不是科学家 他是科学政治家 嗯 他花的时间 都是在运作 嗯 哎 听得真是挺 小路还是大路 大路也可以走 走小路呗 小路好小路好 这个这个决定 我已经老早已经做了 说我不走这条路 嗯 所谓的学术政治的路 这种权力的游戏规则 对 我觉得这个很烦人啊 因为我很讨厌这个 那stay away from that 你就会失去 那些这个power 各种诱惑 各种各样的那个优势 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有很强大的 那个自我的这个意思 嗯 或者自尊 就是说 I don't care about this 嗯 否则的话你就 你比如说哎 什么什么级别的人 要怎么样啊 你到这个坐飞机的时候 你会看到飞机落地的时候 趁无言女女生 会要到上面货架去把他的心灵 你自己一个人是男士 而且他要先下 这权力是非常有诱惑的 对 他也好像是 嗯 就是comfortable with this 我说你怎么会feel comfortable with 嗯 一个女士帮你拉的这个 我看到很恶心的 嗯 直到这边 这个是我们清华非常特殊的一个 啊 嗨您王静岩先生 那其实流产最久的就是这个碑文 嗯 这个碑文算是一个 维持独立自精神 嗯 自由自思想 嗯 我有时候会跑到这边一个人 嗯 想一想 嗯 嗯 嗯